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木偶奇遇记 第一章,会哭又灰笑的木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老木匠 有一天,他找到一段木头,想做个桌子腿 可是,他刚刚举起斧子,就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叫道 千万别砍得太重啊 老木匠吃了一惊,东张西望看了好一会儿 没有人啊,是谁在说话 莫非是自己老糊涂,出现了幻觉 老木匠重新举起了斧子 哎呦一下,斧子砍在了木头上 突然,那小小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呜呜呜,疼死了 老木匠吓得扔掉了斧子 是谁,是谁在叫 老木匠大声问道 可是,房间里静悄悄的,什么声音也没有 老木匠操起豹子,想把木头刨光 当他一上一下推动豹子时 那小小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呵呵呵,阳死了 老木匠一屁股坐到地上 脸色白得吓人 突然,砰砰砰,有人敲起了门 谁啊?老木匠有气无力地问 是我,你的老朋友,窄比特 有人一边回答,一边推门走得进来 哎呦,老伙计,你干嘛坐在地上啊? 走进门来的是一个精精神神的小老头 戴着玉米胡子颜色的假发 我,哦,我正在数蚂蚁呢 八十九,九十二,七十八 老木匠说 老伙计,不瞒你说 我想做个木偶 会跳舞,会翻跟头的漂亮木偶 然后带着他出去混饭吃 窄比特兴奋地满脸通红 你能不能给我跟木头啊? 啊,木头,好啊好啊 桌子上那跟你拿去吧 老木匠说完 大大的松了口气 谢谢你了 咱们得一辈子做好朋友啊 窄比特使劲握了握老木匠的手 拿起木头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窄比特的家是一间小小的地下室 房间里有一把摇摇晃光的小椅子 快要散架子的小桌子 还有一张勉强站得住的木头床 墙角有个壁炉 炉子里燃着红红的火 火上放着一只锅 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不过,这些都是假的 是画上去的 窄比特一进门 就立刻翻出工具 刻起了木偶 得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 窄比特一边刻一边自言自语道 对,就叫皮诺曹 我认识一家人 他们全都叫皮诺曹 看来这是个能带来好运的名字 要不干嘛全家人都叫皮诺曹呢 窄比特刻啊刻啊 刻出了脑门 刻出了脸蛋 刻出了眼睛 哇,眼睛刚刻完 就咕噜咕噜动了起来 皮诺曹,眼珠不要转来转去 窄比特不高兴地说 嗨,也别老盯着我呀 他又刻出了鼻子 怎么回事 这鼻子怎么这么长 诶,怎么又短了 诶,怎么又长了 做完了鼻子做嘴巴 这小木偶实在淘气 嘴巴还没有完全刻好 就嘻嘻哈哈笑开了 刚做好了手 就一把掀掉了小老头的玉米胡子假发 两脚一做完 他就跳起来 跑到街上逃走了 可怜的老翟比特 他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追 快抓住他,快抓住他 老头一边跑一边喊 刚好一个警察听到了 他威风凛凛地一步跨到街上 等皮诺曹像风一样奔跑过来时 一把抓住了他的长鼻子 这鼻子好像特为警察来抓而定作的 这时,老翟比特也赶到了 他想抓住木偶的耳朵 把他揪回家 可是,抓来抓去抓不着 原来,他忘了给木偶磕耳朵 于是,他只好抓住了木偶的细脖子 可是小木偶却耍起来 躺在大街上不肯起来了 人们围过来 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哎呦,这个小木偶好可怜 看把他的脖子给掐的 是啊是啊,到了家 这老东西还不把他打零碎了啊 警察听了人们的议论 又气汹汹地走过来 拎起老头,放走了木偶皮诺曹 而把翟比特关进了看守所 老头非常伤心 呜呜地哭得像可怜的小牛 你这小坏蛋 就这样对待自己的老父亲吗 皮诺曹冲着老头眨巴眨巴眼睛 一溜烟就跑掉了 第二章 皮诺曹饿得哇哇叫 调皮鬼皮诺曹跑啊跑啊 一口气跑回了家 他扑通一声坐到地上 长长地吐了口气 叽叽叽叽叽叽 静静的小地下室里 有什么东西在叽叽叫 谁呀,干嘛叽叽叫 皮诺曹奇怪地问 是我,会说话的老蟋蟀 叽叽的声音说 我在这房子里住了一百年了 皮诺曹寻声望去 看见墙上趴着一只蟋蟀 我猜不管你住了一百年还是一千年 这是我的地盘 你赶快搬家 皮诺曹蛮横地说 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不听父母话 随便逃家的孩子是会倒霉的 老蟋蟀为可怜的翟比特打抱不平 哼,不用你管 要是我听话 他们准得把我送进学校 让我读书 我才不要读书 我要追蝴蝶 掏鸟蛋 睡大觉 到处逛 那有多快活 真是个可怜的傻瓜 不但身体是木头的 连脑子也是木头的 老蟋蟀无奈地摇了摇头 皮诺曹非常生气 拿起一根木头朝墙上扔去 没想到 那木头不偏不倚 正砸中了老蟋蟀的脑袋 叽叽 老蟋蟀最后叫了一声 死掉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有意的 看见老蟋蟀死了 皮诺曹有些不安和抱歉 但没有不安太久 因为他听见肚子里发出咕咕咕咕的响声 而且感到非常非常饿 家里有什么吃的呢 皮诺曹往四周看了看 哇 墙角壁炉上放了一个锅 锅里正咕咕咕咕咕猫热气呢 于是 他立刻扑过去 荒当 扑通 皮诺曹一头撞在墙上 摔了个大钉堆 皮诺曹失望极了 坐在地上呜呜地哭了好一会儿 可是 哭也不顶饿呀 他又爬起来 在房间里四处乱翻 希望能找到点面包水果什么的 但是什么都没有 连硬硬的面包皮都没有 这位老爸怎么这么穷啊 都怪我 没听爸爸的话 要是他在该多好啊 准能给我弄些吃的 皮诺曹想 咦这是什么 突然他在墙角里发现了一个白白圆圆的东西 咬一咬还蛮硬的 或许这个可以吃 皮诺曹现在饿得两眼冒金星 不管什么他都吃得下去 啪啪啪 他在桌角上磕了磕那个圆东西 圆东西裂开了 从里面蹦住一只毛茸茸的小鸡来 小木偶 谢谢你帮我磕破了蛋壳 小鸡说 待我向你加人问好 说完 小鸡就扑拉着一对小翅膀 跳上窗台逃掉了 可怜的小木偶大张着嘴巴 瞪圆了眼睛 手里拿着蛋壳 愣在那儿好半天才醒过来 咕噜咕噜咕噜噜 他的肚子叫得更响了 他觉得自己好像就要晕倒了 没有办法 家里好像什么也翻不出来 只好到外面转转了 或许会有好心人给他的面包皮呢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 北风呼啸 大雪纷飞 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 瘦骨伶仃的小木偶 缩着头 拱着背 哆哆嗦嗦地走在风雪中 求好心人给点吃的吧 求好心人给点吃的吧 品诺曹一路走一路哀叫 可是 每一栋房子都关了门 熄了灯 人们都躺在暖暖和和的 被窝里糊糊大睡 谁会听到这风雪中 小小的哀求声呢 皮诺曹饿得浑身颤抖 即使是木头脸 也露出了下人的苍白 最后 他再也走不动了 便扶着墙站住了 墙角有一扇门 皮诺曹一步一步挪过去 拉拉拉门铃声 当当当当 谁啊 一个声音生气的吼道 是我呀 请给我点面包吧 皮诺曹有气无力地说 一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 带着软睡猫 露气冲冲地 从楼上的窗子里探出头来 大半夜的吃什么面包 别捣蛋 回家睡觉去 求求你给我点面包吧 我饿得睡不着 皮诺曹可怜巴巴地哀求道 好 你就等着吧 老头说着离开窗口 不多一会儿又回来了 他大声朝下面喊道 我说 你到窗户下面来 用帽子接好了 小木偶颤抖着挪到窗子下面 他没有帽子 只好伸出两只木头手 哗啦 一大盆水从上面泼了下来 仿佛天漏了一般 小木偶从头到脚淋了个湿透 然后 窗子砰得一声关上了 可怜的皮诺曹又饿又冷又累 他踩着冰雪 有气无力地走回家 一屁股坐到地上 把湿透了的木头脚搭在炭火盆边 拎着墙壁 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皮诺曹睡呀睡呀 做起了美梦 梦见爸爸给他带来了一大堆好吃的东西 半夜里 他的木头脚被炭火烤干了 然后慢慢燃起来 被烧成了灰烬 皮诺曹没有感到疼痛 因为他睡得实在太沉了 而且木偶们对自己的木头身体 总是不太敏感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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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皮诺曹揉揉惺忪的眼睛 抬头一看 天已经亮了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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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皮诺曹问道 是我 你的老父亲 原来 老翟比特被放回来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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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木偶高兴极了 他跳起来去开门 可是 扑通 他摔了个狗肯尼 皮诺曹赶快爬起来 怎么回事 怎么站不起来了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 天啊 哪里还有什么脚啊 只有两根烧黑了的小木棍 我的脚没有了 我的脚没有了 皮诺曹又惊又怕 忍不住哭了起来 老翟比特把耳朵贴在门上 听了听 小木偶在里面哭呢 他好纳闷 于是转到窗户前 刚好窗户开着 他登上窗台 跳进了房间 皮诺曹 你干嘛哭啊 翟比特问道 爸爸 我的脚没了 被猫吃掉了 皮诺曹哭着说 老翟比特低头一看 也心疼的呜呜哭起来 皮诺曹 你的脚不是被猫吃掉的 他一边哭一边说道 是被炭火烧掉的 你干嘛把脚放在炭火上啊 爸爸 我的脚湿了 我太饿 一个老头朝我泼了一大盆水 我想要一个面包 可是他没给我面包 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只有一个鸡蛋 却变成小鸡逃走了 老蟋蟀也被我打死了 我没想打死他 可是我一扔木头 他就死了 他说不听爹妈话的坏孩子 是会倒霉的 呜 没有脚我可怎么办呢 我好饿呀 我要饿死了 皮诺曹乱七八糟 讲了一堆 谁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是老翟比特懂 而且还清清楚楚的 知道他很饿 老头从衣袋里 掏出三个篱子 递给了皮诺曹 皮诺曹立刻止住了哭声 接过篱子 狼屯虎咽的吃了起来 三个大狸 连同狸皮和狸狐 都吃得干干净净 爸爸肚子还饿 小木偶巴起巴起嘴说 有没有面包啊 今天没有面包 你就忍一忍吧 老头说 来 我给你做双新脚吧 真的 太好了 小木偶欢呼起来 一时竟忘了肚子饿 老翟比特找到两块小木头 专心致致的 做了一对漂亮的小脚 然后用胶将两只脚 牢牢的粘在了皮诺曹的腿上 皮诺曹兴奋的从地上蹦起来 他跳啊 转啊 欣赏着自己的脚 爸爸 您真是太好了 皮诺曹说 您对我这么好 那我就去上学吧 老翟比特眯起眼睛 呵呵的笑了起来 是吗 我的皮诺曹要上学了 哎呦 去学校不穿衣服怎么行呢 老翟比特东翻西找 找出了一些东西来打扮皮诺曹 他用花纸给小木偶做了衣服和帽子 又用树皮做了双鞋子 哎呀 小木偶皮诺曹真是漂亮极了 还缺什么呢 老头咬着胡子想了想 哦对了 课本 没有课本 怎么学习呢 可是老翟比特一分钱也没有 拿什么买书呢 突然 他想起了自己穿在身上的外套 这是他唯一的一件外套 老翟比特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他回来了 只见他满头是雪 怀里揣着一本崭新的课本 而他身上的外套却不见了 这么寒冷的冬天 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 冻得瑟瑟发抖 爸爸 您的外套呢 小木偶问 买掉了 为什么 太热了 可是 爸爸的样子根本不像热 他正冷得发抖呢 皮诺曹看了看爸爸递给他的新书 眼泪不禁涌而出来 他使劲地抱住爸爸的脖子 在爸爸的脸上亲了又亲 爸爸 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学写字 学算术 然后挣很多钱 给你买一件又漂亮又暖和的外套 皮诺曹说 老翟比特听了这话 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第三章 逃学 看戏 交坏朋友 第二天一大早 雪停了 皮诺曹穿着花花绿绿的纸衣服 戴着小帽子 胳膊底下夹着新课本 高高兴兴地去学校了 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 嗯 到学校立刻学习 绝不跟别的孩子胡闹 等我挣了钱 就给爸爸买件绣着金丝银线的暖和大衣 他为了给我买书 身上只剩下了衬衣 我得好好孝敬他 咚咚咚 当当当 嘀嘀哒哒 突然 前面传来了热闹的鼓乐声 皮诺曹说起耳朵仔细听 咦 干嘛这么热闹 不是演戏呢吧 看戏可不是天天能遇上 要不 今天就不去学校了 从明天开始努力学习吧 这样一想 皮诺曹就不知不觉朝那个方向一溜烟地跑去了 广场上挤满了人 广场中央用幕布做了一个五颜六色的小房子 你们在干嘛 他像一个正在站队的男孩子打听道 等着看木偶戏 男孩子说 多少钱一张票 四个硬币 你借我四个硬币吧 皮诺曹厚着脸皮说道 我从来不借钱给别人 那孩子擦了一把鼻涕说 那你买我的花衣服吧 皮诺曹喊了狠心说 我才不要 一下雨就焦烂了 男孩斜眼瞪了他一眼 皮诺曹急得团团转 木偶戏马上就要开眼了 看 前面开始收票了 他看了看手里的新课本 犹豫了一会儿 最后终于下决心的说道 好吧 我就把我的新课本卖给你吧 哈哈 我才不要 我还想卖呢 我买我买 这是 一个救赎摊的小老板挤过来 他给了皮诺曹四个硬币 拿走了新课本 皮诺曹买了一张票 走进小戏院里 木偶戏刚刚开始 两个木偶正在舞台上斗嘴 观众们全都哈哈大笑 等着他们打起来 可是突然 木偶们停止了说笑 一起张大嘴巴瞪着观众席 那不是我们的兄弟皮诺曹吗 一个小丑说道 听了他的话 躲在幕后的木偶们 全都跑到台上 大声喊起来 是皮诺曹 是皮诺曹 皮诺曹快上来啊 皮诺曹吃惊极了 他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 才跳到台上去 木偶们立刻围住他 又抱有亲 脸喊呆笑 舞台上乱成了一锅粥 听到这样的喧闹 木偶戏般的班主跑出来 他是个可怕的大个子 黑黑的胡子 从下巴一直拖到了地上 两只眼睛瞪起来 好像一对玻璃灯泡 他手里拎着一条粗鞭子 啪啪啪啪地抽了几下 台上台下立刻鸭雀无声了 谁啊 谁这么大胆 敢来当我的戏台 班主一声怒吓 吓得木偶们哆哆嗦嗦 宛如秋风中的枯叶 突然班主的眼睛盯在了皮诺曹身上 你是谁啊 怎么瞧着眼生呢 我 我是小皮诺曹 皮诺曹小声说道 原来是你把这儿搞得乌烟瘴气 班主说着 抓住皮诺曹的脖子 把它拎进了厨房 厨房的炉火上正烤着一只羊 羊要烤透了才香 正好缺一根柴火 班主说着 看了看皮诺曹 嗯 挺干爽 正适合当柴手 不要啊 不要 我不要死 皮诺曹挣扎着 哭得非常可怜 眼泪一串串地掉了下来 班主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站在皮诺曹旁边的小木偶们 刚才还跟着皮诺曹 呜呜地抽气着 这会儿却突然露出了微笑 原来 这位班主虽然看起来很凶 但他的心地实际上并不那么坏 他一旦同情起别人来 就会打喷嚏 打得越多越响 说明他的心越软 说说吧 你干嘛不想死 我还没有报答我爸爸呢 他已经老了 他还给我买了新课本 可是他的外套没了 他冻得全身发抖 皮诺曹东一句 西一句地讲道 我要好好读书 挣钱给他买一件暖和的外套 班主又连着打了两个喷嚏 明白了 真是个孝顺孩子 那我就饶了你吧 谢谢班主 您真是个大好人 皮诺曹高兴地大声说道 不过 我的羊还没烤好 还需要一根烧柴 班主说 所以我打算把站在你旁边 那个小家伙烧了 皮诺曹旁边站着一个 又瘦又矮的小木偶 听到这话 他吓得抖成一团 话也说不出来了 伟大的班主 求您饶了他吧 皮诺曹哀求道 不行啊 我把它烧了 全羊烤不香啊 班主说 如果您一定要烧的话 皮诺曹豁得挺起腰杆 还是把我烧了吧 我不愿意让兄弟替我死掉 听了这话 所有的木偶都像刚出生的羊羔一样 哭了起来 伤心的几乎都站不住了 班主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大喷嚏 他用手帕把鼻子都拧红了 等他好不容易停了下来 他对皮诺曹说道 真是个了不起的小孩 过来亲我一下 为了你的勇敢 我一个木偶也不烧了 所有的木偶都松了一口气 开心的笑了起来 皮诺曹走到班主跟前 亲了亲他的大鼻子 班主拿出五个金币 交给皮诺曹说 回家去吧 给你爸爸买件暖和的大衣 跟爸爸好好过日子吧 皮诺曹高兴极了 谢过班主 他跟木偶们拥抱告别 便朝家走去 刚走出没多远 皮诺曹就遇到了一对难兄难弟 瘸腿狐狸和瞎眼猫 嗨 这不是小木偶皮诺曹吗 狐狸说 皮诺曹吗 猫说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认识你爸爸 他正在你家门口等你呢 动得浑身哆嗦 浑身哆嗦 猫说 可怜的爸爸 不过从今天起 您再也不用挨动了 皮诺曹说着 加快了脚步 那是为什么呢 你发财了 狐狸一瘸一拐地紧跟在他后面 一边紧紧拉着瞎眼猫的爪子 发财了 猫说 我有五个金币 皮诺曹说着 兴奋地晃了晃金币口袋 听到叮当叮当的月儿声音 瘸腿狐狸伸直了装瘸的腿 瞎眼猫也立刻睁开了碧绿雪亮的眼睛 不过 马上又闭上了 可惜小木偶什么都没有注意到 我说 皮诺曹先生 你想不想让你的五个金币变成一百个一千个 不 两千个 狐狸转了转眼珠说 两千个 猫也跟着说 当然愿意 可是怎么变呢 小木偶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在猫头英国有一片神奇的原野 狐狸说 神奇的原野 猫符合道 在那片土上挖个坑 放进去一个金币 盖上土 浇凉桶水 然后 你美美地睡上一觉 第二天早上 你到原野上一看 你就会看到 从土里长出一棵金子树 上面结满了金灿灿的金子 风一吹 就会发出好听的叮当叮当声 好听的叮当叮当声 猫说 真的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皮诺曹又吃惊又兴奋 把爸爸正在家门口等他的时 忘得一干二净 那咱们快去吧 于是 三个伙伴立刻出发了 金子 金子 我们都去种金子 他们边走边唱 走啊 走啊 天很快就黑了 猫头英国还没到 三个伙伴哥哥筋疲力尽 最后 总算走到了一个叫红虾的旅店 他们走进去 打算吃点东西 休息休息 半夜再动身 狐狸和猫的胃口不大好 所以 只点了一只兔子 五六只小公鸡 三十五条番茄椒织鱼 四份风味杂汇 还有一些蜘蛊 青蛙 蜥蜴和葡萄 炖在一起的开胃小菜 皮诺曹吃了一片面包和一点核桃 他什么都吃不下 一心惦记着神奇的原野上长满的金子树 吃完饭 他们开了两个房间 皮诺曹脑袋一挨枕头 就呼噜呼噜的睡着了 半夜里 突然有人咚咚咚的砸门 开门一看是旅店老板 他来通知皮诺曹 现在是夜里十二点 应该出发了 三个人吃饭加上住宿 一共一个金币 旅店老板说 皮诺曹先生 请您付钱吧 皮诺曹很不情愿地掏出了一个金币 但一想到明天会有几千个金币 叮当响时 心情就不那么糟糕了 哦对了 您的两个朋友因为着急 所以先走了 旅店老板又说 他们说在神奇的园野等着你 于是 皮诺曹孤零零一个人 走进了漆黑的午夜 第四章 欲强盗性被仙女救 皮诺曹身一脚浅一脚 走在荒凉的野地里 天目低垂 闪烁着几颗寒星 四周一片寂静 偶尔有夜鸟鬼魅伴无声地飞过 吓人一跳 当皮诺曹走到一片小树林时 他突然听到了一声熟悉的鸡鸡 是谁 谁叫鸡鸡叫 皮诺曹吃惊地问 鸡鸡 是我呀 老蟋蟀的灵魂 一个声音打道 皮诺曹发现树干上趴着一只小虫 朦朦胧胧闪烁着青白色的光 你你你 你干嘛跟踪我 小木偶害怕极了 快回家去 把剩下的四个金币带给你爸爸 他为你担心 整夜都不能睡觉啊 老蜥蜴的灵魂说 可是可是可是 我要用四个金币编出两千个来 皮诺曹说 那是骗人的 快回家去 不嘛我就要去 小木任性地说 路上很危险 不嘛我就要去 还有强盗拦路 不嘛我就要去 那好吧 再见 你小心吧 老蜥蜀说完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哼 这些家伙 就会吓唬孩子们 我猜不相信有什么强盗 皮诺曹说着 更加快了脚步 神奇的原野在召唤他 他的心已经听不进去任何忠告了 走着走着 突然 身后传来树叶的沙沙声 皮诺曹猛一回头 发现两个黑影 他们头上蒙着马带 正一跳一跳 朝这边奔来 糟糕 强盗 皮诺曹惊慌起来 一时竟不知道该把金币藏在哪儿好 于是他把四个金币筒筒筛塞进了嘴里 确切的说是舌头底下 皮诺曹刚要逃跑 手腕就被死死的抓住了 喂 把金子拿出来 不然要你的命 一个强盗嗡声嗡气的说 要你的命 另一个强盗说 皮诺曹拼命摇头 因为嘴里有金币 他无法张开嘴打花 两个强盗开始搜身 可是什么都没找到 快说 藏到哪儿了 藏到哪儿了 不说杀了你 再杀你老爸 你老爸 不行 你不能杀我爸 皮诺曹一着急喊了出来 金币在嘴里叮当叮当直响 哈哈 这个小笨蛋把金子藏在嘴里了 嘴里了 于是两个强盗 一个捏木偶的鼻子 一个捏木偶的下巴 想要把皮诺曹的嘴给拉开 可是皮诺曹的嘴巴 闭得紧紧的 好像被钉子盯住了似的 两个强盗气急败坏 掏出匕首 想要撬开皮诺曹的嘴 还没等他们把匕首插进嘴里 皮诺曹一口咬住了一个家伙的手 咔嚓 手断了 原来是一只猫爪子 趁着强盗慌乱之际 皮诺曹撒腿就跑 跳过树林 越过高草 蹦过水沟 穿过荒地 皮诺曹跑得像风一样快 可是 强盗们也不甘示弱 无论皮诺曹怎么快 他都听得见后面不远处的呼吱声 皮诺曹跑啊 跑啊 跑得筋疲力尽 再也跑不动了 这时 他发现前面出现了一片森林 借着威名的晨曦 皮诺曹隐约看见林中 有一座白色的小屋 他静止朝那座小屋跑去 咚咚咚 咚咚咚咚 皮诺曹跑到小屋前拼命敲门 快开门啊 救救我 木偶一边敲 一边大喊 小屋的窗子打开了 一个蓝头发女孩出现在了窗边 他微醋着眉头 向外看了一会儿 又把窗户关上了 这时两个强盗已经奔了过来 他们捉住皮诺曹的胳膊 拿出匕首 把他从白色小屋前拉走了 看你张嘴不张嘴 张嘴不张嘴 匕首插进紧闭的嘴里 一下子就弯了 因为皮诺曹的身体 是用非常非常坚硬的木头做的 匕首不点用 咱们勒他的脖子 勒他的脖子 于是他们三下五除二 用绳子捆住了皮诺曹的胳膊 勒住了他的脖子 把他吊在了一棵树上 皮诺曹两脚乱蹬 挣扎了三个小时 金币还是没从他的嘴里吐出来 最后 强盗们终于等得不耐烦了 就把皮诺曹留在了树上 看你能坚持多久 等你翻了白眼 我们再回来拿金币 回见回见 于是 两个家伙摇摇晃晃的走掉了 皮诺曹被吊在半空中 大风吹来 他的身体荡来荡去 好像敲钟的绳子 绳子勒在他的脖子上 越来越紧 直到再也无法呼吸 小木偶的眼睛模糊了 他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呼吸 低声声音道 爸爸 你在这儿 好啊 咣当 白色小五的窗子又打开了 蓝头发小姑娘站在窗前 他看到不远处的大树上 在风中荡来荡去的木偶 蓝头发女孩拍了拍手 一只老鹰飞来了 仁慈的仙女 你有什么吩咐吗 老鹰问 去解开那个木偶脖子上的绳子 把它放到地上 云豪说 老鹰立刻飞过去 把木偶放到了地上 仙女又拍了拍手 立刻跑来了一只狮子狗 仁慈的仙女 你有什么吩咐吗 狮子狗问 去套上车 把那个木偶拉到房子里来 仙女说 狮子狗立刻拉上车 把皮诺曹运到了房子里 皮诺曹躺在床上 一点呼吸也没有 好像已经死掉了 仙女再次拍手 来了三个医生 乌鸦 猫头鹰和会说话的老蟋蟀 经过三位医生的认真检查 他们开始说出自己的意见 依我看 这个木偶已经死了 乌鸦说道 如果他还没死 那就证明他还活着 抱歉 我不同意这位人凶的意见 猫头鹰反驳道 我认为 这个木偶还活着 如果他不幸真的死了 那就证明他并没有活着 你的想法如何 仙女问老蟋蟀 我是一只紧身的蟋蟀 轻易不说出自己的意见 老蟋蟀说道 不过这孩子 我可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事实上 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他 听见这话 一动不动的皮诺曹 突然哆嗦起来 哆嗦的床 都跟着咯吱咯吱乱响 这个木偶非常淘气 好吃懒做 撒谎淘穴 是个废物 老蟋蟀继续说道 皮诺曹悄悄地 把脸藏进了被子里 他还是个不听话的不孝子 他可怜的老父亲 已经为他伤心的快死去了 突然 被子底下传来了压抑的抽气声 大家掀开被子一看 木偶正哭得稀里哗啦 我认为死人哭泣 证明他活过来了 乌鸦和猫头鹰严肃地说 就这样 小木偶皮诺曹又活过来了 等医生们走了以后 皮诺曹给仙女讲了 自己怎样淘血 看戏欲强盗的事 你这么说 你还有四个金币 那么 现在金币在哪呢 蓝头和仙女问道 啊 现在 丢了 对 丢了 皮诺曹撒起谎来 突然 他的鼻子嗖的一下变长了 在哪儿丢的 仙女问 啊 在附近的树林里 嗖 皮诺曹的鼻子更长了 那么我们去把它找回来吧 啊 我想起来了 木偶惊慌地看着自己的长鼻子说 不是丢了 是我咽到肚子里去了 撒完这个谎 木偶的鼻子嗖嗖嗖嗖就顶到了墙上 这会儿 他连转身都很困难了 仙女看着他的长鼻子 哈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皮诺曹背底着一面墙 鼻子顶着另一面墙 巴达巴达掉起眼泪来 仙女没有理他 他想给他点教训 让他改掉说谎的坏毛病 皮诺曹哭啊哭啊 哭的眼珠差点都掉了出来 仙女这才帮他治好了长鼻子 撒谎是所有毛病中最坏的毛病 仙女说 如果你撒谎 鼻子就会变长 下次一定不要说谎了 肖默拼命地点头 那么你拿好四个金币 赶快回家去吧 你可怜的爸爸正在为你担心的妖命呢 仙女温柔地说 于是皮诺曹告别善良的仙女 沿着临终小路 像快活的小路一样朝前跑去 四个金币在他的口袋里 发出叮当叮当鱼耳的声音 第五章 去神奇原野种金币 皮诺曹正一蹦一跳地走着 书后突然闪出了两个身影 狐狸和猫 老伙计 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狐狸跑过来 一把抱住了小木 好辛苦啊 猫说 一天不见 猫变得非常可怜 不但瞎眼还断了一只爪子 那只胳膊正哆哆嗦嗦举在胸前 你的爪子呢 小木好奇地问 爪子呢 猫惊慌得不知所措 哦哦 是这样 我们遇到了一只快饿死的狼 所以就把爪子捐献了 狐狸干净插嘴说道 爪子捐献了 猫跟着说 我说老弟 神奇的原野还在等着我们呢 我们快走吧 狐狸说 快走吧 猫说 快走吧 木偶说 于是三个朋友勾肩搭背 一路唱着朝神奇的原野走去 走了大半天 他们来到了一个小镇 名字叫做傻瓜陷阱 镇子里竟是一些缺胳膊断腿 眉毛少语的可怜动物 穿过镇子 城外有一片荒凉的原野 它非常普通 跟别的野地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到了 狐狸高兴的说 狐狸高兴的说 现在买金子吧 买金子吧 猫说 皮诺曹小心翼翼的掏出四个金币 在土里挖了四个坑 把金币拿了下去 好 现在去打四桶水浇一浇 狐狸指挥道 四桶水浇一浇 猫说 皮诺曹飞快的跑到小河边 可是它没有水桶 于是便脱下木头鞋子 在鞋里乘满水 来来回回跑了几十趟 现在 你去城里溜达溜达吧 二十分钟后再回来 那时这里就会长出四棵金子树了 狐狸狡猾地笑道 四棵金子树了 没关系 我可以坐在这等树发芽 皮诺曹说 不行 你要一看 它们就不发芽了 狐狸说 我们也得去办点事 都走都走 让金子树自己发芽吧 不自己发芽吧 皮诺曹在小镇上 逛了一圈又一圈 最后 总算挨过了二十分钟 它兴冲冲地跑到神奇原野 期待看到金灿灿 叮当叮当响的金子树 可是 我的天 灰兔兔的原野还是老样子 连金子树的影子都没有 怎么回事 皮诺曹失望极了 急忙跑到小河边 脱下鞋子 盛满水 重新开始浇那些金币 哇哈哈哈哈 一直落在枝头的 凸毛鹦鹉大声笑起来 你干嘛笑啊 皮诺曹抬起头 不满地问 没什么没什么 哇哈哈哈哈 鹦鹉笑得更厉害了 它差点从树上掉下来 你这要笑真是太没礼貌了 皮诺曹真的生气了 上当了上当了 鹦鹉一边笑 一边好不容易说出话来 皮诺曹 你真是个傻瓜 跟我当年一样 金子怎么能长在树上呢 哇哈哈 刚才狐狸和猫 已经把金子挖走了 皮诺曹的心秃秃跳着 他奔到埋金子的地方 慌乱地扣开土 但是土里面什么都没有 皮诺曹趴在地上 不停地向下挖 还是什么都没有 皮诺曹难过极了 他跑到傻瓜陷阱镇上的法院去告状 法官是一只大猩猩 他一脸同情地听完皮诺曹的报告 并摇铃叫来了两只警犬 这个可怜的木偶被人偷走了四个金币 所以马上把他关进监狱去 大猩猩说 两只警犬立刻咬住皮诺曹的胳膊 把他拖进了监狱 皮诺曹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四个月 最后好不容易被释放了 重新获得自由 小木偶真是太高兴了 他决定先去看望仙女 然后再去找爸爸 天正下着大雨 路上一片泥泞 皮诺曹走上了通往森林的小路 艰难地跋涉在栖息的泥巴里 他走了很久很久 天渐渐黑了下来 小木偶肚子饿得咕咕叫 突然 他看到离小路不远处有一个葡萄园 葡萄架上挂满了一串串水淋淋的甜葡萄 皮诺曹的脚不知不觉朝那里走去 他想吃串葡萄来冲击 小木偶刚要伸手去摘葡萄 只听咔哒一声 他的脚被不受夹 给死死地夹住了 救命啊救命啊 皮诺曹大声呼叫 拼命挣扎 可是 这附近没有人家 没人听见这个可怜的小木偶的哭喊声 大雨哗哗地下着 皮诺曹的声音渐渐微弱下去 第六章 受罚当狗 海中救父 天黑透了的时候 一个农民来田里检查他的不受家 当他看到被捕到的是一个小木偶时 他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你在这干嘛呢 农民问 我太饿了 想吃一串葡萄 皮诺曹可怜巴巴地说 原来是个偷葡萄的坏小子 农民沉思了一会儿 突然问道 你会不会学狗叫 啊 我不知道学得像不像 皮诺曹说 学两声让我听听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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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皮诺曹仰伯叫了起来 好好 不错 农民说 今天早上我的狗死了 你暂且替他收手夜 我可以让你吃饱肚子 于是农民的大手紧紧抓住皮诺曹的脖子 把他拎回了自己的家 院子里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小狗窝 里面铺着稻草 农民在皮诺曹的脖子上 拴了一条长长的铁链子 晚上可要精神点 最近总有小偷来偷鸡 农民说 要是小偷来了 你就使劲地叫 可怜的皮诺曹浑身湿淋淋的 他就像一只落水的小狗 趴在狗窝里 响着仙女和老爸 到了半夜 他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嘻嘻叉叉的声音 紧接着 一个沙哑的声音小声说道 晚上好梅兰波 我可不叫什么梅兰波 皮诺曹不高兴地说 啊 那你叫什么 我叫皮诺曹 你在这干什么 替狗守夜 那梅兰波呢 今天早上死了 哎呀呀 这么好的一条狗怎么死了呢 几个声音同时惋惜道 皮诺曹爬出狗窝 看见四只毛乎乎的小动物 正挤在狗窝旁边 原来是头鸡的黄鼠狼 哦 是这样的 皮诺曹先生 你怎么不像狗呢 我们跟梅兰波有一个协议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接受 一只小黄鼠狼说 我提醒你们 我可不是什么狗 我是木偶 什么协议 皮诺曹说 对不起木偶先生 黄鼠狼说 这个协议就是 我们一周来偷一次机 偷八只 给梅兰波一只 只要他装睡不觉 什么都不用做 就可以得到这个大好处 啊 这家伙真的干过 这么缺德的事吗 皮诺曹问 千真乱雀 我们不撒谎 如果你愿意 咱们可以把这个协议 继续下去 皮诺曹什么都没说 黄鼠狼们以为 这就是默许 于是 都迅速钻进了鸡窝 等他们都钻了进去 皮诺曹跑了过去 从外面把鸡窝门 反扣上了 然后 他开始大声的 汪汪叫起来 农民听到 皮诺曹的声音 立刻翻身跳下床 抓起猎枪 跑到了外面 有小偷 在鸡窝里 皮诺曹报告说 哇 一下子打了四只 看你们还害人不害人了 农民高兴的大喊道 他在鸡窝里 把四只黄鼠狼 统统抓住了 皮诺曹好样的 你可比狗强多了 农民的大手 摸了摸 皮诺曹的小脑瓜 为了奖励你 我放你走了 天一亮就回家吧 皮诺曹重新获得了自由 心里高兴极了 他等不到天亮 就离开农舍 在田野上 一溜烟地跑起来 跑上了 通往仙女家的小路 皮诺曹跑啊跑啊 天渐渐亮了 当第一缕阳光 照进树林时 皮诺曹已经跑到了 仙女家附近 可是他找来找去 就是找不到 那座白色的小屋 皮诺曹心里不安极了 最后他发现 就在小屋原来的地方 立着一块小小的墓碑 上面写着 蓝头发仙女安眠在此 因皮诺曹的顽劣 伤心而亡 看着这块墓碑 皮诺曹的眼泪 一大滴一大滴地 从眼睛里滚出来 最后他再也抑制不住 趴在地上痛哭起来 仙女姐姐 对不起 我是个坏孩子 我让爸爸挨动难过 又让你伤心而死 我是个木偶 脑袋也是木头的 不知道该怎样 做个好孩子 我该怎么办 爸爸在哪呢 我该去哪找他呢 小木偶既伤心又绝望 既后悔又无奈 他哭啊哭啊 眼泪都哭干了 四周的山岗 也发出了悲哀的回声 就在皮诺曹满脸泥巴 滚在地上痛哭不止的时候 有谁碰了碰他的木头胳膊 小木偶咕噜一下坐起来 原来是一只大鸽子 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鸽子 他足有火鸡那么大鸽 皮诺曹 你干嘛哭得这么伤心啊 鸽子问 我气死了仙女姐姐 又弄丢了我的爸爸 我是个坏孩子 皮诺曹说完 又滚倒在地上哭了起来 别哭别哭 我知道你的爸爸在哪 鸽子说 皮诺曹听了后 立刻止住了哭声 他正在海边 坐在一只小船上 因为到处都找不到你 现在 他决定渡海去找你 怎么办 我就在这儿啊 他不用渡海去找我啊 皮诺曹急得不得了 别着急 你骑到我的背上来 咱们赶快去找他 或许他现在还没有出发呢 大鸽子说着 就展开宽大的翅膀 皮诺曹爬了上去 因为他只是一个小木偶 所以身体并不是很重 他们飞过鳞梢 融入蓝蓝的天空 最后 他们终于飞到了海边 鸽子将皮诺曹放在地上 转眼便消失了踪影 皮诺曹看见一大群人 正站在海边 冲着大海深处 又是呼喊 又是招手 他很奇怪 便挤上前去打听 一位老奶奶告诉皮诺曹 刚刚有个老父亲 划着小船出海了 要去寻找他丢失的儿子 刚起航时 海上还风平浪静 但这会儿波涛翻滚 乌云密布 大家都担心他会出事 所以才在这拼命呼喊他回来呢 皮诺曹手大凉棚 向大海深处望去 隐约看见他可怜的爸爸 正在波涛中奋力摇路 皮诺曹大声呼喊起来 爸爸 爸爸 我在这儿呢 快回来呀 危险 老人似乎听见了孩子的呼喊 开始拼命往回滑 但是 海浪越来越大 大浪卷起小船 一次又一次将他 抛进了漩涡里 皮诺曹担心极了 他再也无法等在岸上 奔跑着一头扎进了海浪里 小小的身体转眼间 就被翻滚的海浪吞噬了 岸上的人们发出一片惊呼声 这老爹可怜 儿子也可傻呀 这可怎么办啊 两条命都白白搭上了 第七章 蜜蜂岛上再遇仙女 皮诺曹在大海里 一会儿被大浪拍进海里 一会儿又被扔出来 因为他是用木头做的 所以无法沉到海底 这时可怜的小木偶没有死掉 当他被抛到浪风上时 他趁机向远处眺望 爸爸的那只小船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怜的爸爸 您在哪儿啊 皮诺曹在心里一遍遍呼喊着 皮诺曹在大海里 挣扎了整整一个晚上 多么可怕的夜晚啊 天空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大雨倾盆而下 茫茫的大海上一片荒凉 只有巨浪撞击的轰鸣声 第二天早上 小木偶被抛上了一座小岛 他已经筋疲力尽 鸡肠碌碌了 他的脸扣在沙滩上 没有一点力气爬起来 皮诺曹在沙滩上 爬了很久很久 直到太阳暖暖地 晒干了他潮湿的后背 小木偶爬起来 黄顾了一下四周 好一个荒凉的小岛啊 只有一片一片的白沙 看不见一个人影 皮诺曹正在发愁 一条大鱼慢悠悠地游到了岸边 嗨 早上好 大鱼兄弟 皮诺曹打招呼道 我可以跟你说句话吗 说两句也行啊 大鱼回答道 确切地说 它不是大鱼 而是一只温和的海豚 这是什么岛啊 岛上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呢 皮诺曹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这是蜜蜂岛 岛上有人有村子 你一直朝那边走 就能走到村子了 海豚耐心地说 哦 谢天谢地 对不起 我还想问一句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爸 就是昨天在海上 划着一只小船的老人家 皮诺曹问 我没看见 海豚说 不过昨天风浪那么大 小船恐怕已经翻到海里 被大鲨鱼吞掉了吧 哦 我可怜的爸爸 皮诺曹的眼泪又涌了 他连忙擦掉 谢过海豚 朝村子里走去 皮诺曹又累又饿 几乎走不动了 他希望遇到好心人 能给他吃点东西 哪怕是块硬面包皮也好 虽然爸爸常说 只有病人和老人 才有资格乞讨 接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 因为他们失去了工作的能力 但是 皮诺曹这会儿 真的快饿昏了 过了一会儿 迎面走过来一个拉车人 他满头大喊 气喘吁吁 车上是满满的一车煤 皮诺曹走过去 害羞的小声祈求道 求求您 给我个硬币吧 我饿得要死了 好 我可以给你四个硬币 拉车人慷慨的说 只要你帮我把这车煤 拉回家去 可是 可是 我不是驴子 我从来没有拉过车 皮诺曹既吃惊又生气的说 那么好吧孩子 随你的便 拉车人说 不过在我们蜜蜂岛 人人都像蜜蜂一样勤劳 不干活是没有饭吃的 拉车人说完 就扬长而去了 又往前走了一会儿 皮诺曹遇到了一个泥瓦匠 只见他担着两筐灰 摇摇晃晃走过来 小木偶又凑上前去 小声祈求道 你求求您 给我个硬币吧 我快饿死了 没问题 我可以给你五个硬币 只要你帮我把这筐灰 担回家 泥瓦匠说 灰筐太沉了 这么重的火我可干不了啊 皮诺曹说 那你就饿着肚子吧 有手好闲的人是得不到食物的 泥瓦匠说完就走了 皮诺曹实在走不动了 他坐在炉边喘气 这时 一个慈祥的妇人 提着两罐水走了过来 好心的妇人 求您让我喝口水吧 皮诺曹颤声说道 妇人停下来 放下水罐 倒了一碗 递给皮诺曹 喝吧孩子 我看你是饿坏了 如果你肯帮我把水罐提回家 我不但给你面包吃和蔬菜 还给你一块甜甜的巧克力 妇人温和地说 巧克力啊 这个吸引力实在太大了 于是 皮诺曹帮妇人把水罐提回了家 妇人为皮诺曹准备了松软的面包 爽口的蔬菜 还有一块大大的巧克力 皮诺曹像一条饥饿的小狼一样 埋着头 一口气把所有的东西都吃掉了 吃完后 皮诺曹满意地叹了口气 抬起头来 突然 她张大嘴巴呆住了 眼前这位慈祥的妇人 怎么那么像一个人 蓝色的头发 白白的皮肤 含笑的眼睛 微醋的眉头 温柔的声音 啊仙女姐姐 你是仙女姐姐 皮诺曹大声喊道 妇人微笑着 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要骗我 你就是仙女姐姐 皮诺曹着急起来 你为什么让我那么伤心呢 我还以为你死了 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皮诺曹难过地哭了起来 我不是想骗你 只是你太顽劣了 应该得到点教训 才会改好啊 夫人说 不过现在我真的不是 你的仙女姐姐了 你可以叫我仙女妈妈 因为我已经有小姑娘 变成中年妇女了 皮诺曹仔细地看了看仙女 真的 虽然她的样子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已经不是那个面颊红润 天真善良的小仙女了 而是一位成熟仁慈的中年妇女了 你真的可以做我的妈妈吗 皮诺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激动地心砰砰跳 她有一个爸爸 现在就要有一个妈妈了 对啊 我愿意做你的妈妈 仙女微笑着说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您快说快说 我一定照做 小木偶心急火燎地说 你要做个好孩子 听大人的话 每天去学校 好好学习 勤劳诚实 不撒谎 你能做得到吗 仙女担心地问 做得到做得到 我一定做个 让爸爸妈妈喜欢的好孩子 如果你真的做到了 你会得到奖赏的 就是你会变成一个 跟别的孩子一样的真孩子 而不再是个木偶了 仙女说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不是在做梦吧 小木偶高兴地在房间里 跳来跳去 我要当真孩子喽 我要当真孩子喽 一不小心 她摔了一个大跟头 逗得仙女妈妈 也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 皮诺曹就去学校上学了 她一走进教室 淘气包门立刻就炸开了窝 竟然有个小木偶来上学 这可是百年不遇的新鲜事 他们又叫又笑 有人抢走了小木偶的帽子 有人想把绳子 拴在她的脖子上 好牵着她 让她跳舞 有人还想揪她的鼻子 皮诺曹本来打算要做个老实的好孩子 可是这些导弹鬼们越闹越厉害 皮诺曹只好伸出硬硬的脚 踢在他们的小腿上 这一脚让所有的孩子都老实了 而且皮诺曹立刻成了全校最受尊重的人 因为已经答应了仙女妈妈的要求 所以皮诺曹非常努力 她不逃学 不说谎 也不和别的孩子打架 虽然她的脑袋是木头做的 但只要勤奋也会学得非常棒 皮诺曹很快就成了班里的优秀学生 可是有一天 皮诺曹却逃学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 几个导弹鬼想教训一下这个好学生 因为学习不好的小混混们 总是看不惯别人好好学习 他们硬把皮诺曹拉到海边 威胁他以后不要好好学习 皮诺曹不听 于是大家就动手打起来 他们用拳头敲皮诺曹的脑壳 可是脑壳太硬了 小木偶不疼 他们却疼得要命 所以他们改成扔书 用厚厚的数学书与文书去砸皮诺曹 皮诺曹左跳右闪 灵活地躲开了 最后 他们从皮诺曹的书包里 掏出了一本非常非常厚的硬壳书 用力地朝皮诺曹扔去 可惜没有打中皮诺曹 却打中了另一个孩子的脑袋 那孩子的脸一下子白了 他摇晃了一会儿 便昏倒在了沙滩上 淘气包们一见惹了祸 呼啦一下逃走了 剩下皮诺曹又难过又害怕 他跑到昏倒的孩子身边 埃杰尼奥 埃杰尼奥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吧 你可不要死啊 皮诺曹大声叫道 眼泪巴哒巴哒 滴落到了沙滩上 可是 埃杰尼奥一动不动 好像连呼吸也停止了 第八章 在玩果变成驴子 就在皮诺曹 跪在埃杰尼奥身边 又哭又叫的时候 走来了两个警察 这孩子怎么了 警察问 被树打中了 皮诺曹哭着说 谁的树 我的树 明白了 跟我们走 警察说着 又叫住了几个路过的渔夫 请帮忙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去 可是 可是不是 是我打的呀 皮诺曹着急的辩解道 别废话 开不走 一二一 一二一 两个大胖警察中间 夹着小小的皮诺曹 熊啾啾的向村子里走去 皮诺曹又急又怕 埃杰尼奥死了吗 仙女妈妈知道了会生气吗 怎么办怎么办 皮诺曹趁警察没注意 撒腿就跑 他跑得飞快 警察根本没法追上 于是 他们派一条警犬去追皮诺曹 这条警犬可是德国赛跑冠军的 所以 他很快就赶上了皮诺曹 幸好这时跑到了海边 皮诺曹纵身一跳 跳进了海里 警犬没收住脚 也蹦进了海里 可是他不会游泳 救命 救 救命 他喝了一通海水之后 开始沉下去 皮诺曹可怜起那条狗来 于是飞快地游过去 把他拖上了岸 然后 不等他站起来 就飞快地跑掉了 天渐渐黑了 又下起了大雨 皮诺曹游游游游的 朝仙女家走去 仙女会伤心地 再次消失吗 皮诺曹终于鼓足了勇气 砰砰砰地敲起门来 四周静悄悄地 没人来应门 皮诺曹等啊等啊 足足等了三十分钟 楼上的窗户才开了 谁啊 一个小小的声音问道 是我 小木偶皮诺曹 皮诺曹抬头一看 见一只小蜗牛 从窗子里探出头来 你是谁 皮诺曹吃惊地问道 我是新来的佣人 漂亮蜗牛 蜗牛说 仙女睡着了 请你不要那么大声 哦哦 给我开开门好吗 皮诺曹说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好好 不过你要耐心等一下 蜗牛答应着 从窗口消失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皮诺曹足足在门口 站了几个小时 蜗牛才终于爬下楼 打开门 这对一只蜗牛来说 已经是相当出色的速度了 这时天已经亮了 仙女走下楼来 对皮诺曹说 这次给你的惩罚已经够了 我再原谅你一次 如果再有下次 我就永远不理你了 皮诺曹羞红了脸 他发誓再也不会淘气惹祸了 从此以后 皮诺曹真的变成了一个好木偶 可是 哎 小木偶的人生总是充满了可是 可是 小木偶又遇到了新的诱惑 那一天傍晚 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 名叫灯芯的学校好伙伴 灯芯正呆呆地蹲在屋檐下 你在干嘛 皮诺曹问 等马车 男孩灯芯说 什么马车 去玩过的马车 灯芯幸福地笑了 我要离开这里 去一个遥远的国家了 那里没有学校 也没人学习 孩子们除了玩还是玩 真有这样的地方吗 小木偶吃惊极了 当然 你要不要一起去 可是 可是我已经答应过仙女妈妈 皮诺曹小声说道 答应又怎样 我向她保证做个好木偶 说不定以后我会变成跟你一样的真孩子呢 说这话的时候 皮诺曹的眼睛亮闪闪的 真孩子又怎样 讨厌的学校还不是让我头疼 灯芯气愤地说 不管是木偶还是孩子 最重要的是玩 高兴地玩 这时 远处传来哒哒声和哗啦哗啦的铃铛声 不一会儿 十二对小驢子拉的旅车已经到了他们眼前 车上挤满的孩子 个个都兴奋得满脸通红 赶车的是个矮胖子 一脸横肉 却对每个小孩子都笑嘻嘻的 我可要上车了 灯芯说着爬上了旅车 玩过真的有那么好吗 皮诺曹的心摇动起来 当然咯 当然咯 车老板附和着说道 错过这次机会 旅车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了 快上来吧 快上来吧 车上的孩子们一起叫道 小木偶再也受不住诱惑 他忘了仙女的嘱咐 忘了爸爸的担忧 忘了变成真孩子的渴望 忘了所有的一切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玩过 于是他爬上了车 可是在他爬上车的一刹那 他似乎听到那些小驴子发出的叹息声 上当楼 上当楼 小驴子走了好远好远的路 天大亮时 他们走进了一个奇怪的国家 这里到处都是孩子 他们满街乱跑 大喊大笑 有的在打弹弓 有的在欺慕啊 有的在捉迷藏 有的在打架 有的在乱写乱话 墙上图满了错别字 什么不要学校玩具万岁 酸叔见鬼 见到这种情景 旅车上的孩子全都兴奋起来 他们立刻融入了疯狂的玩闹漩涡 玩过的日子过得真是幸福快乐 逍遥自在啊 每天除了吃就是玩 除了玩就是吃 不用学习 没有书本 再也听不见老师和爹妈的批评和唠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皮诺曹忘了仙女 忘了爸爸 忘了学校 忘了书本 他的木头脑子变得顿顿的 每天一醒过来就想着怎样痛痛快快的玩 一转眼五个月过去了 这天早上 皮诺曹醒过来 觉得头上特别痒 他伸手去抓时 发现那里长出了一对毛茸茸的小耳朵 皮诺曹吃了一惊 立刻跳到镜子前 天哪 他的头上长出了一对驴耳朵 而且还不止如此 这会儿 他全身上下都痒得出奇 老有一种要往处钻毛的感觉 皮诺曹非常害怕 他慌忙去找灯心 可是 灯心也不比他好 他不但长出了驴耳朵 脸上还开始长毛了 他们的样子滑稽极了 两个人彼此看着 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只笑得滚倒在地 可是 当他们站起来时 只能四肢着地 手脚都变成了蹄子 笑声也变成了阿乌阿乌的驴叫 皮诺曹和灯心 成了两皮弟弟道道的小驴子 这时门开了 矮胖的车老板走进来 笑嘻嘻地说 我估摸你俩变驴的时间快到了 一点不错 没进门就听见你俩叫了 这五个月你们没白吃白玩啊 还真壮实 车老板高兴地拍了拍 他们的后背和屁股 然后拿出准备好的绳子 拴在两匹小驴的脖子上 把他们牵到了市场 一个农民卖走了灯心 皮诺曹则被马戏班的班主带走了 想想吧 此时此刻小木偶该有多难过多后悔啊 他恨自己没有听仙女的话 可是不管怎样 一切都晚了 皮诺曹的生活变成了马戏班驴子的生活 他每天要学习跳舞和跳圈 还有鞠躬行李和装死 如果做得不好 他的身上就会狠狠地挨上几鞭子 那火辣辣的鞭伤 常常使他疼得难以入睡 上台表演的时间终于到了 台下坐满了兴高采烈的小朋友 正全神贯注地看驴子皮诺曹的表演 皮诺曹先对大家行鞠躬礼 然后按班主的命令快跑或慢跑 接下来班主扬起手臂 假装啪地开枪 皮诺曹立刻翻倒在地 做出死掉的样子 孩子们都看疯了 他们欢呼大叫 上蹿下跳 当皮诺曹躺在地上装死时 他偷偷睁开一只眼睛 突然 他在人群中发现一双忧伤而美丽的大眼睛 是一个梳着蓝头发的漂亮女人 仙女妈妈 皮诺曹一咕噜跳起来 仙女妈妈 仙女妈妈 他大叫着 可是人们听到的只是驴子哇噜哇噜的长鸣 人们看着皮诺曹的滑稽样 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然后 那双忧伤而美丽的眼睛一闪就不见了 皮诺曹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 一股忧伤失落的疼痛浸透了小驴子的整颗心脏 眼泪滴答滴答地流下来 可是 班主并没有注意到 他甩着鞭子 开始了下一个节目 驴子跳圈 但此时此刻的皮诺曹 心思再也无法集中在舞台上 他失魂落魄 走到圈前 没有从中间跳过去 而是从下面溜了过去 跳啊跳啊 蠢驴你在干嘛 班主疯狂地甩着鞭子大吼大叫 回去回去重来 皮诺曹重新走了回去 鼓了鼓勇气 腾空一跳 从圈中间钻了过去 掌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 可是 在他钻过圈子的一刹那 他的后腿勾住了圈子 扑通一声 皮诺曹摔倒在了地上 皮诺曹的一条腿摔断了 他再也不能表演了 于是 马戏团的班主用很低的价钱 把皮诺曹卖给了一个小伙计 小伙计打算用小驴的驴皮 做一面皮股 可是 这个小伙计一看见 皮诺曹忧伤的眼神 就没法下手把他杀死了 最后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把皮诺曹带到海边 捆住驴子的四体 又在他的脖子上 绑了一块大石头 然后 他把驴子推进了海里 第九章 鲸鱼肚子里的奇遇 小伙计坐在海边 等了五十分钟 心想 驴子这会儿肯定已经死了 于是 他使劲拉动绳子 把死驴拉了上来 可是天哪 绳子捆住的不再是死驴子 而是一个正在扭来扭去的小木偶 小伙计张大了嘴巴 上下息动了半天 却没有说出一句话 最后 他好不容易从惊恶中醒过来 我的驴呢 扔下去的明明是驴子呀 没错 我就是那头驴 皮诺曹说 骗人 你明明是木偶 小伙计眼泪都挤出来了 我本来是木偶 后来变成了驴子 但是一到海里 来了很多驴 吃掉了驴子的肉 我又变回木偶了 皮诺曹诚实的说 骗人骗人 我的驴啊 我的驴屁股啊 小伙计抱住膝盖 痛哭起来 你信不信有你 不过我的走了 对不起 我实在没办法陪你一条 皮诺曹说着 从绳扣中 抽出滑溜溜的身子 一纵身跳回了海里 皮诺曹在大海里 自由自在地游了一会儿 重新变成了木偶 他心里别提多快活了 他看见远远的地方 似乎有一座小岛 于是便朝那里游去 当他就要到达小岛时 突然 海面上卷来一阵巨浪 巨浪之后 陷出一个足有五层楼那么高 无比庞大的家伙 大鲨鱼 救命啊 救命啊 皮诺曹一边喊 一边飞快地朝岛上游 可是 大鲨鱼比他游得更快 他张开大嘴 呼噜一声 就把正在拼命朝前游的小木偶 吞进了肚子 皮诺曹连番带滚 掉进了一个黑洞 黑洞里到处弥漫着 腥臭腐烂的味道 洞底和洞壁都软软的 滑腻腻的 四周静悄悄的 时而有大风吹过的声音 这是哪啊 皮诺曹自言自语道 鲨鱼的肚子里 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皮诺曹吓了一跳 没想到会有人回应他 你是谁 皮诺曹问 可怜的金枪鱼 那个声音说 身为金枪鱼死在鲨鱼的肚子里 比死在油锅里更有尊严 这会儿 皮诺曹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 他看见一条结实的大金枪鱼 正坐在角落里 你是什么鱼 金枪鱼问 我不是鱼 我是木偶 皮诺曹说 鱼和木偶都一样 都是老鲨鱼的囚徒 金枪鱼叹了口气 这呼呼的风声是什么 木偶好奇地问 老鲨鱼有严重哮喘 这是它的喘息声 突然 皮诺曹注意到 在极深极远的地方 似乎有一点点亮光 那里好像有亮光 皮诺曹说 你想跟我去看看吗 不去 我不愿意大面积活动 我更喜欢坐在自己的角落里 思考人生 那么再见咯 皮诺曹说 再见小魔 皮诺曹嗑磕绊绊朝亮光走去 亮光越来越清晰 那是一只蜡烛发出的光 柔和的烛光 驱散了一度深处的黑暗 现出一张小桌子 小桌子上放着一个绿色的玻璃瓶 瓶子里插着半只蜡烛 桌旁有一把小椅子 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头 他的胡子和头发都像血一样白了 听到身后有响动 老头扭过头来 昨天啊 皮诺曹惊得差点坐到地上 那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爸爸 爸爸爸爸 皮诺曹大嚼着扑了过去 老头张开双臂抱住了木偶 父子俩抱在一起又惊又喜 抽携了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最后 爸爸声音颤抖地开口说道 我的孩子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在鱼肚子里待了两年了 这样的梦我可做了不止一次啊 不是梦爸爸 我是皮诺曹 我找您找得好苦啊 原来您在这儿啊 皮诺曹 我的儿子啊 爸爸好想你啊 老人又激动地哭起来 您从哪儿弄的蜡烛啊 皮诺曹问 哦 这条大鲨鱼吞了一艘商船 幸好船上的人都获救了 船里有好多吃的用的 这两年我都是靠这条船生活的 不过 现在剩下最后一只蜡烛了 老头叹了口气 爸爸 我们逃出去吧 皮诺曹大声说道 怎么逃出去呢 逃出去是大海 我不会游泳 还是会被淹死的 爸爸说 我是木头做的 我会游泳 我被你游到岸上去 小木偶坚定地说 皮诺曹 我的孩子啊 你长大了 真是太好了 老头说着又流下了眼泪 不过 你身体这么小 怎么能被动我呢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来 爸爸牵住我的手 我们离开这里 皮诺曹一手举起蜡烛照路 一手抓住爸爸的手 他们小心翼翼地朝鱼嘴方向走去 他们走了好久 终于到了鱼嘴 一会儿鲨鱼正在沉睡 因为有哮喘病 所以他总是张嘴睡觉 鱼嘴大急了 皮诺曹和爸爸仿佛正站在一个高大宽敞的山洞里 东口处露出宁静的海面和深蓝的天空 夜空中挂着一轮美丽的月亮 明亮的月光照亮了整个大海 来 爸爸 别怕 有我呢 抓紧我的手 我说一二三 咱们就往外跳 皮诺曹悄声说道 突然 大鲨鱼的身体猛烈地晃动起来 它正憋着一个大喷嚏 这一晃 皮诺曹跟爸爸又被晃了回去 重新掉进了鲨鱼的肚子 蜡烛也熄灭了 爸爸 咱们再来一次 抓住我的手 小心别花道 皮诺曹紧紧地抓住爸爸的手 再次从鱼肚子里爬上来 他们钻过喉咙 走过舌头 跨过三排牙齿 走到唇边 爸爸 趴到我的背上 别怕 皮诺曹悲起老父亲 扑通一声 跳进了月光下的大海 第十章 木偶变成了真少年 冰凉的海水立刻浸透了父子俩 老父亲紧紧抱着小木偶 皮诺曹拼命向前游 他看到远处好像有一片海岸 可是渐渐地 皮诺曹的劲儿越来越小 爸爸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重 爸爸 咱们要淹死了 皮诺曹气喘吁吁地说 他的身体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谁要淹死了 一个沙哑的声音问道 我和爸爸 救命 皮诺曹几乎窒息了 一条大金枪鱼游过来 嗨 木偶朋友 抓住我的尾巴 皮诺曹抓住金枪鱼的尾巴 跟爸爸一起慢慢爬上了金枪鱼的后背 我们是不是很重啊 木偶问 哪儿的话 我可是金枪鱼啊 号称赛小牛 金枪鱼自豪地说 你是怎么掏出来的 皮诺曹问 跟你学的 金枪鱼说 很快 金枪鱼就把他们送上了岸 为了感谢救命之恩 皮诺曹在金枪鱼的嘴上 实际是亲了一下 对这种温情地表示 金枪鱼还不太习惯 他感动极了 像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但他还不好意思让人看见 就把头埋进水里 飞快地游走了 这时天边露出了鱼堵白 不多时 朝霞漫天铺展映红了海面 也给不远处的田野和村庄 涂上了一层淡淡的胭脂 这是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小村庄 沉积在矮树上抱小 粉色和紫色的千牛花 开满了篱笆 吹烟鸟鸟生起 笼罩着小小的农舍 爸爸 您好点了吗 我们去村子里找点吃的东西吧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 本来就衰弱不堪的 老翟比特更是体力不支了 他勉强站起来 靠在皮诺曹身上 一步一晃 艰难地朝村子里走去 他们走到村口的一座农舍前 皮诺曹上前敲了敲门 谁呀 里面传来小小的问话声 是一对可怜的父子 给快面包吃吧 皮诺曹回答道 进来吧 他们走进去 可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请问主人在哪 皮诺曹问 在上面 皮诺曹抬起头 看见天花板上 正趴着一只大蟋蟀 我是会说话的老蟋蟀 蟋蟀说 我们又见面了 皮诺曹 对不起 我从前用木头打死了你 皮诺曹不安地说 没关系 都是往事了 反正我是不死的 老蟋蟀说 你们可以住在这儿 这是一个蓝头发女人送给我的 蓝头发女人 她在哪儿 皮诺曹声音颤抖地问 她走了 不会回来了 自从你逃走后 她每天都非常忧伤难过 老蟋蟀说 仙女妈妈 对不起 对不起 皮诺曹的眼泪哗啦哗啦地流下来 抽烟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皮诺曹将爸爸安顿在松软的床上 让他好好睡上一觉 老蟋蟀请你告诉我 我想给爸爸喝杯牛奶到哪儿去找呢 从这往前走过三块地 有个农夫养着奶牛 老蟋蟀说 于是皮诺曹去找养奶牛的农夫 您可以给我一杯牛奶吗 皮诺曹问 一杯牛奶的话一个硬币 农夫说 可是我没有硬币呀 皮诺曹失望的说 那你可以帮我打水交地 农夫说 打一百桶水给你一杯牛奶 好吧 我每天都来帮你 请你每天给我一杯牛奶 从此后 皮诺曹每天都来帮农夫 劳动虽然很辛苦 但是为了能让爸爸恢复健康 他什么苦都能吃 在皮诺曹的精心照顾下 老翟比特的身体慢慢好起来 温暖晴朗的日子 他都可以到院子里晒太阳了 皮诺曹非常能干 他的活迹越来越好 挣到的钱可以给家里买米买菜 而且还有了一点剩余 这一天皮诺曹打算去赶机 他想用节省下来的四十个铜币 给自己买件新衣服 身上穿的这套已经太破了 简直像个乞丐 他沿着小路往前走 风儿吹来田野的清香 路旁的小野花一片一片的 在阳光下欢快地摇动 唱着无声的歌 皮诺曹心里也充满了喜悦 突然 他听到有人在叫他 小木偶皮诺曹 小木偶皮诺曹 谁在叫我 皮诺曹停下脚步 是我 美丽的蜗牛 一只小蜗牛从矮书后探出头来 还认识我吗 我在仙女驾课给你开过门 蜗牛 蜗牛 仙女好吗 她现在在哪 皮诺曹激动地叫起来 别那么大声好不好 我的蜗牛耳很弱的 蜗牛不高兴地说 她还在生我的气吗 她还伤心吗 她原谅我了吗 皮诺曹的问题像连柱炮一般跳出来 她不好 很不好 蜗牛说 她生病了 在医院里 为什么病了 为什么 伤心过度 蜗牛叹口气说 我们现在可穷了 连在医院里买面包的钱都没有 我有钱 我有钱 虽然不多 但是我可以继续挣 皮诺曹说着 掏出所有的钱 递给小蜗牛 明天你再来 我干活后会得到工钱的 哎呦呦 还真是个有良心的孩子 蜗牛说着 咬住钱袋 飞快地跑掉了 再也不是从前的速度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 皮诺曹工作的比平时更加努力 到了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 她觉得心里从来没有这么温暖踏实过 虽然没有买上新衣服 但是 皮诺曹心里非常高兴 能用自己的劳动帮助仙女妈妈 照顾爸爸 能让她们慢慢健康起来 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让人感到幸福的呢 夜里 皮诺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她梦见了仙女 仙女笑着亲了亲皮诺曹 温柔地说 好孩子 因为你的善良 我原谅了你所有的错事 在爸爸妈妈困难生病时 能在旁边照顾他们的孩子 是最值得称赞的 哪怕别人都说她淘气没礼貌 孩子 从今以后 你要努力生活 宽厚做人 那样 你会永远幸福的 第二天早上 温暖的阳光照在皮诺曹的脸上 身上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她睁开眼睛 咦 怎么回事 农舍不见了 她正躺在一个漂亮的房间里 她身上穿着的破烂衣服也不见了 而是一套舒适合体的新衣裤 衣服口袋里还有一个小钱包 皮诺曹掏出来一看 钱包上写着几个字 蓝头发仙女谢谢善良的皮诺曹 这是还给她的钱 皮诺曹打开钱包 里面不再是四十个铜币 而是四十个金币 她走到镜子前 无意中朝里望了一眼 这一眼让皮诺曹惊得跳起来 镜子里不再是那个小小的可怜的木偶 而是一个长着绿色头发 蓝色眼睛 面色红润 健康又帅气的聪明少年 爸爸爸爸 皮诺曹大叫着 冲进爸爸的房间 我变了 我变了 我变成真孩子了 爸爸正坐在桌前 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爸爸 皮诺曹抱着爸爸大声问道 都是因为你啊 当一个坏孩子变成好孩子时 他会改变家里的每个人 家里的一切 可是原来的木偶皮诺曹呢 看在这儿 爸爸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一个大木偶头外向一边 两只脚搭了着 双臂垂在两边 正呆呆地坐着 样子那么滑稽可笑 他成了一个不会说话 也不会动得真正木偶了